大学生了没 台湾士大学 大学是什么 尼克竹选生啦 好 尼克竹這個字再跟大家讲一次 其實N-E-E-T 我們翻成尼特嘛 就是說Not 就是沒有包括教育 教育 也沒有這個職業被雇用 然後或者是訓練 T就是被訓練的 沒寫 妳都會耶 製作人幫我查了這樣 所以像這樣子的人口呢 去年15到29歲當中 每10人就有一個人是這樣子的 未在學也未就業 那麼尼特族呢 大概有半數是失業者 占總失業人口的快要五成 這四成 所以其實到底是 他們的心聲是什麼 還有現在社會的這個 就業需求是不是 沒有這麼多的一個就是 生多粥少嘛 對 就是他們是不是真的有困難 今天要好好來瞭解一下喔 那麼第一個就要問大學生了 妳會怕自己畢業後找不到工作嗎 然後同時寫答案 多久找不到工作 就開始會懷疑自己的能力 劉璇 劉璇會怕 因為其實現在的工作很多 只是看說 是不是符合我自己的興趣 我會擔心的話就是 就算不符合我的興趣 其實我要找什麼工作 其實應該都是有的 如果說妳在找的這段期間當中 六個月妳還找不到工作 就是面試什麼都還不上 我就會開始很懷疑我自己說 是不是有沒有這些能力 去完成這麼多事情 好 我們今天其實請來兩位專家 跟我們聊一下這個如何找工作 首先第一位就是我們執掌專家 張旭嵐 歡迎旭嵐姐 大家好 旭嵐姐請問一下 就是大概週期來看 多久 畢業之後多久沒工作 還算正常 其實現在的工作 確實就像剛剛劉璇講的還不少 所以平均大學生的待業 其實是2到4個月左右 但是如果你超過了半年沒工作 不要說自我懷疑好了 你就比較看看 如果有人一畢業就上工 他已經比你多領六個月的薪水 同時多六個月的工作經驗 這已經足夠讓社會新鮮人 進步很多了 所以如果你在六個月之內 沒有找到工作 你恐怕都已經跟人家 差很大一劫了 所以六個月 如果真的還找不到的話 再找不到的話 我覺得一定要自我先檢討了 發現 檢討一下自己 到底在找工作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標準定太高了 希望說錢多事少離家境 但真正這樣的工作又有多少 再來 自己在求職過程當中的 競爭力有多少 譬如說你其實很多證照也都沒有 學校學的成績又不好 也沒有工作經驗 那你又憑什麼去要求 這麼多的條件 鐵娘子來了 帶著鼻鼻 叫鼻 好 接下來第二位 是我們均平酒店人事副理 黃迪凱 歡迎 黃副理 請問一下就你現在所看 這個現在的職場 對於求職者要求的條件 大概是哪些 其實就我們整個飯店集團 產業來看的話 我們首先主重的是在工作態度 對 工作態度 其實會是在於外語能力 其實在於說證照的部分 只是說是一個輔導的部分這樣子 今天這個節目現場 來了四位所謂的尼特族 我們來介紹他們一下 首先是 M.E.E.T. 對… 每一個人代表一個字母 首先是冯霞大學中文系的傑飛 還有招揚器管系的團長 以及城市科大裝品系的阿斌 以及台大力系的Vicky 想要請問我們的大學生 就是光學歷跟外表 你們覺得哪一位 他們找工作時間找最久 前面四位如坐震掌 不會覺得裝品系應該滿好找的 應該是啊 對啊 現在的 男生都愛美啊 男生也愛美了 對 小智 你選的是Vicky 因為我覺得前面三位 都穿得比較像正式一點 然後 而且外表比較俐落 老闆可能會比較喜歡 對 然後我覺得4號有點不太 不太俐落啦 造型不太俐落 他本身很像一個Rocker 他本身很像一個Rocker 說不定就是啦 對啊 路線 Vicky感覺很像一個Rocker的感覺 Vicky 我們都不了解妳 說幾句話 自我介紹一下 哈囉 大家好 我叫Vicky 今年27歲 住在台北市 我已經大學畢業 一段時間了 我們目前還在找工作 也希望有那個機會 等一下 Vicky是 長頭髮的 基本上跟Kiwi算是同一類 OK 住著一個可愛的小女人 了解… 好 這邊問一下我們的薛蘭姐 就是說一般來講 畢業的人大概什麼樣的特徵 會比較難找到工作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有時候我們看過 有人來應徵 他說我要應徵行政工作 我們跟他說 我覺得你不適合耶 他就說 請問有沒有別的工作 業務我也可以 我說 業務沒缺了 他就說 有沒有企劃工作 其實這三種工作 是非常不一樣的工作 但是他就覺得他都可以 代表他其實根本沒有想清楚 自己要什麼 所以你連自己要什麼 都搞不清楚的時候 第一 你不會了解 這工作所需要的一個條件 第二 你什麼都好 也什麼都不好 你就會覺得說 我只是來求一份工作 而不是來實現自我 或者是來圓夢的 所以這個過程 你就會沒有熱情 沒有心去把工作做好 是 好 我們現在就來了解一下四位 因為剛剛我們問了嘛 就是找工作的時間 來公布一下 大概多久 揭飛 我找大概半年 半年還可以 團長 我退伍後 距現在大概快一年了 還沒找到 對… 你大部分希望是什麼樣的工作 因為我那個大學是念資訊工程的 然後可是我研究所是念企業管理 然後變成說我在找工作的時候 我一開始是先找企業管理相關的工作 對 然後可是企業管理相關的工作 它的起薪其實沒有很高 然後就變成說 大概多少起薪 因為我是在台中 所以大概可能2萬出頭而已 不都這樣 剛開始不都這樣 對 可是這樣會變成說我會覺得 那我念研究所幹嘛這樣子 因為我如果回頭做資訊工程類的工作 起薪可能會高一點這樣 所以0跟2萬多你情願先選0 對… 已經一年了這樣 對 快一年了… OK 好 所以本來可能是25萬左右 一年下來嘛 是 對不對 然後現在還是0 剛剛你會不會怕剛剛薛蘭姐講的 人家已經比你多一年的工作經驗跟 有 我剛剛 還在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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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在開始啊 所以我回去應該會努力找一下啦 對 了解 阿BEN呢 阿BEN 我差不多半年 半年 對 都找一些勞力的工作嗎還是 沒有啦 因為我其實高中是讀菜凝科啦 菜凝 然後那時候做到第三年的時候 覺得有點膩 然後就去讀那城市科技大學 裝品系這樣子 對… 所以有畢業嗎 因為那時候是很愛吃 所以才去做菜凝科 所以妳是因為菜太油嗎 沒有 就看不慣那些生活做節 還有那些方式啦 太規律了 你不習慣 沒有 因為他沒有 都不能過年也不能過節 不能跟家人在一起團聚嘛 他說看不慣 對… 看不慣 不能過年不能過節 都不能啊 都不能過啊 然後三節也沒有也沒加班費 你找裝品系的啊 你現在不是裝品系 對啊 對啊… 沒找到 就沒有那麼好找 因為我只有讀一年 然後就修掉了 對 好 了解了 好 Vicky 妳呢 如果以正式的正職 算從過年後到現在 那大概差不多是三個月吧 那還好啊 台大歷史系畢業的妳 大部分都去應徵什麼樣的工作 以目前的找正職來說 我目前的興趣是想要往旅遊業發展 因為旅遊業 因為有的時候歷史 因為其實大家知道 歷史是一個不太實用的科目 它布定的 它沒有技術性可以進行的 不會啊 妳看謝哲青 對啊 文史工作 對啊 所以她是導遊啊 所以呢 基本上 是不是他 你不能叫他導遊 他是文史工作 所以也算是一個 我的一個算是目標之一 就是希望也可以像他一樣 運用自己所學的專業知識背景 去幫助更多的人 你要很看得起歷史系 對啊 歷史很棒 見往之來對不對 對 好 我們今天其實整理了一些 對這個尼特祖的疑問 我們來探討一下尼特祖的成因是什麼 譬如說第一個眼高手低 高不成又低不就 這個是劉璇提出來的 對啊 因為現在很多職缺 可以就是讓我們去應徵 而且就是方式也很多 像網路上 你們都已經畢業了一段時間 你們到底是因為 有什麼樣很高的條件呢 就是沒有找到工作 就是你們對工作的條件 到底是什麼 我條件其實還滿多的 所以我列一檔小卷 我都不然已經出現了 來吧 條件比老闆多 來 你來解釋 一條一條解釋 因為我想說大學生其實應該要 30K 不喜歡22K我覺得太少了 對 這樣養活自己都有點困難了 你是以哪裡為基地找工作 是台中 我是台北人 可是你知道大部分都是22K嗎 我知道 好 但是我就覺得管你的 我覺得要30 因為怎麼講 因為親戚朋友的小孩 他們的領性也都很高 在我這個年紀 可能我比較不整齊 所以我會覺得30K已經 算是我已經高標這樣子 所以你也滿有那個 親戚間的壓力就對了 好 第二個 週休二日是說 週休二日是因為 想要跟朋友一起出去玩 總不可能說有時候上班 然後你沒有週休二日 你可能一個月可能放個 四天或五天 我覺得太少了 不夠時間讓我去玩 理直氣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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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不愛玩 誰不愛玩 可是我愛玩的程度已經 超乎大家想像了 所以 對 你會坐旅遊 所以你會覺得 你愛玩是理直氣壯 還是說這個應該要修正 因為小時候爸媽媽就很從我 像小時候我去玩具反斗城 我會騎三輪車的時候 我只要騎小三輪車 進去玩具反斗城 搬東西 搬完 出來 我不用付錢 小孩怎麼付錢 不然爸爸付錢 負窮硬幣 然後他那個服務人員不會攔我 會攔我 我就覺得他是菜鳥 因為可能下午或是晚上的時候 爸爸回來了 他會去付錢 大咖 是喔 你可以先拿走 對 我可以先拿 他們就已經知道了 先單 他應該去歐洲吧 潔飛應該這樣講 如果小孩小時候這麼受寵 是不是當現在沒有工作 爸媽也跟你說沒關係 爸爸帶你去百貨公司 要什麼自己點 媽媽比較會這樣 可是爸爸就還好 第三個 對 因為我有僵直性脊椎炎 所以我沒辦法站很久 對… 這個可能先天條件就 對啊 他們都還有痔瘡 都必須坐著 你看 好 第四個 旅遊和什麼下午茶時間 因為我想說 如果說一個企業他要跟大家 有員工那種集體共識的話 必須要有一個時間 可以讓大家交流行得什麼的 而不是說就是上班 9點鐘打卡 6點鐘下班 都沒有時間交流 所以黃柱應該不敢用這種 因為就是如果是他用飯店的話 人家在下午茶他就坐下來了 對 你覺得好吃嗎 這應該只要吃飯 不是在最多嗎 對 你其實享用起來了 對 看到目前為止你覺得 目前我們才看了四個條件 你覺得 潔飛可能比較適合就是 可能娛樂產業會比較適合 沒有 娛樂我們有的要久站耶 我們錄影有的應該是像Friday那樣子的 陪那個吃奶出去玩 又可以陪他住我酒店啦 酒店 你再來不要責任制 但沒有 他們還是要Call客 對 他們真的有責任 他們有責任壓力 第六 不要太平凡 八達行業適合你 很絢麗 沒有業績壓力 哪裡沒有業績壓力 哪裡都有 業績壓力太大 然後不在意外表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因為我曾經因為外表的關係 被很多求職的老闆 或是人事主管他們拒絕 而且是狠狠的拒絕 為什麼是外表還OK啊 你是鼻子 眼睛是眼睛 對 大家看我覺得好好的 可是其實我有一點問題這樣子 你願意講 我到時候會願意講 就是稍後 稍後 你還撲鎂啊 對啊 要留層啦 要留層 但是我也好奇 潔飛你去求職的時候 都是拿這樣捲軸 或甚至是1 2 3 4 5 輸給應徵的主管看 我連要拿 就是我想要列條件給他們的時候 他們就看到我這個樣子 他們就覺得 不好意思 我們需要的是 工作和對於自己 會照顧自己的人 就是我們還是不能用你 或者說用其他理由 搪射我就叫我拒絕掉 好 我們來看看團長 團長請開始 今天要應徵面試這個模特兒的工作 順便讓你知道我體力也很好這樣子 因為我以前是海陸退伍 你後面一定有大梗 大大張 一定有 潔飛有請 我想要給兩張我的撲克牌 為什麼兩張都是紅星2 對啊 我希望你很好看 這張紅星2在你們手中 OK 你們可以 辦公室的工作真是 明顯就是不想用他們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看團長 又要28K 基本上我一開始找工作的目標 是設定在 然後睡覺睡到我們一起這樣子 然後但是又要28K以上 然後週休二日 然後就是一定要準時下班這樣子 我覺得請潔飛開公司 然後顧團長好了 對 潔飛你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的思考邏輯 是從老闆的角度 老闆的角度 對 就是一個大學新人 跟我要3萬 然後他又要下午茶 週休二日 我會覺得他看他有沒有這個料 如果說他有這個料 願意3萬的話就給他 對… 了解 還是看能力對不對 所以團長你只要求28K 沒有別的條件 如果是台北的話 我希望至少32以上 32K以上 是在台中的價格 台北的話要32K 還有其他的要求嗎 要週休也要 週休二日 然後準時下班 要不要下午茶呢 吃馬卡龍嗎 熱咖啡還是冰咖啡 點菜 然後最好有什麼 就是有那個 就是休息室 電動玩具可以打這樣子 就是休息一下 像這個對某些產業這樣子 一些休閒 是… 阿Ben 你要求是 還滿正常的 薪水合成正比是什麼 對 就是薪水和工作的時數 要成正比 因為常常都不成正比 然後有時候10個小時 他才給你2萬的薪水或2萬2 然後你要做30天 月秀4天 我覺得這太誇張了 結果我寧願打工 然後吃家裡會面會比較好 因為吃家裡住家裡嘛 也不用有任何 對啊 然後偶爾出去交交朋友 因為我平常還有做一些藝術 藝術的工作 藝術工作是什麼 像冰雕方面那些 你怎麼搬冰塊 剛剛大家都懷疑妳的體力問題 怎麼雕 對啊 其實平常有在運動的習慣這樣子 大家少看他了 好 Vicky 你的條件是 台北市少壓力 薪水要多少 具體一點 所謂的薪水穩定就是 每個月工作我希望可以拿到 至少一個額度薪水 然後我薪水不要求高人 讓我過活就好 我一個月的開銷 22可以嗎 因為這邊都30啊 32 28 那絕對沒問題 我一個月的開銷不到…1萬塊 基本上你給我超過1萬塊 我都覺得OK耶 但是你們自己在找工作的時候 不會覺得說你們條件 有點太夢幻嗎 圈插 請按 按圈 圈 圈 好 OK 那傑飛你有做出什麼樣的讓步嗎 我是想說那不然30K變成28 26 24 22 然後再去找酒站的工作這樣 所以你整個都推翻自己 之前的條件 但你還是要站著喝下午茶對不對 我也是要喝下午茶 不能讓步 OK 這沒有關係 可是還是很愛玩 一直講自己愛玩 會不會很難找工作 對 我會不敢聘他耶 就是老闆聽到會有點怕 我的愛玩其實不是說會 就是故意請假去玩 是不請假嗎 玩到無法請假就玩 不是…就是說 每天可能上班時間9點到6點 可能回家我希望有一個自己的時間 可以安排我自己的事 像玩樂高或是什麼的那樣子 我們直接這樣子 我們用給你們每一個人30秒的時間 看看有沒有辦法 吸引到我們兩位來賓的目光 說不定今天結束以後 你們就有工作囉 好不好 來 首先這個我們派出團長跟傑飛 我們大學生也 小兵還有 大賀 大賀好不好 來 我們一起來試試看 30秒鐘的時間 決定你有沒有工作 首先團長請開始 兩位主管你們好 對 江森非常敏感 不是 我今天要應徵面試這個 然後我順便走一段秀給你們看 然後順便讓你知道 我體力也很好這樣子 因為我以前是海陸退伍的這樣 要注意好 鏡頭要注意… 來 我來叫你注意鏡頭 你要去哪裡 好 繼續 跟頭盔房有什麼兩樣 這跟體力什麼關係 真的表演這個 好聽 後面一定有大梗 大大招是不是 一定有…大招 期待喔… 怎麼樣 這樣講完 可是就只有布希臻聲而已 差不多了 我們要請這個 這個可以說是model界的達人 他這個看過的model 還有就是撫摸過的青春的肉體 絕對是在百人以上 KEN哥 是 想聽一下好不好 你看model的 專業model他的條件夠嗎 你的 來 你…等一下 我摸摸看 真的 第一個他體脂肪太高 身高是夠 對不對 但是這個黑眼圈太重 然後我看一下 還好 OK… 可能要瘦一點啦 然後而且這個要再裝一點這樣子 OK嗎 OK啊 OK 為什麼要應徵model 沒有 就是想說多方面策略這樣 因為我比較從向自由啦 可是他要的28K啊 對啊 這個不可能 這有時候小摩可能一年 也不見得有幾個通告 主張是這個 對啊 可能 我還是回去找那個行政類的號碼 會被碎鼓天歌 對 有時候你要堅持啊 對啊 那我堅持就是 28K的罵弄 什麼 你這個怎麼一直搖來搖去 對… OK 好 接著下來下一位大賀有請 30秒鐘時間請開始 可以對鏡頭嗎 當然 當然 來 好 老師 音樂 對 要幹嘛 手癒老師 應該是 對 來了 好 好 好 來了… 對 老師… 動手 老闆 我的名片 上下下左右 跟著我塞成小肉 蝴蝶修 肚子優 交的年費還不夠 老闆 我的照片 有一張照片 對 貼在自己的屁股上面 再這樣下去 我真的覺得 沈玉琳會牽妳 真的 所以妳快要被拉 挖腳走了 對 老闆 我這裡有一根 香蕉啦 不過我這個時候其實是要 要請這個 我們的日本人來介紹這個香蕉 我們的 賴上缸 賴上缸 來試這個香蕉 我們這個內外間鋸 外面是硬的 又是跳舞又是吃香蕉的 兩位來賓都看得一頭霧水了 像大賀這樣就是錯誤的示範 各位求職者就當作負面教材 千萬別效仿啊 請問大賀同學到底要應徵什麼工作 其實一開始我是想說跟大家 大家有先問一個故事 就是有一個人 他就是去應徵工作的時候 因為老闆也要薪水太低 他就給他一個香蕉 他說要不然你就 你給這個薪水 你還不如就請個猴子算這樣子 然後這個故事就請 你老闆你是一個好猴子 對… 然後什麼鼓都吞得下去 什麼都吞得下去 對 什麼鼓都吞得下去 好 了解了 好 恐怖的30秒 來 接下來小兵有請 請開始 好 各位老闆大家好 然後我的名字叫小兵 然後我的興趣是音樂 志向是音樂 因此我的專長是音樂 我喜歡把我的音樂 然後放在我的嘴巴裡面 然後有音樂就有我 然後我想要把這個喇叭放在 不是這個喇叭… 其實是 是這個 是這個 其實也不是啦 也不是 其實是這一個喇叭音響 好厲害 koska 他最好尹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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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是不是 謝謝 així 阿里賓 對 對 我是想要應徵就是 比如說飯店的一些表演 或者是一些場景 DJ或者是 需要 熱場的 Party 謝謝… 不是… 跟你握手耶 謝謝… 總算有正常人 謝謝… 謝謝 最後傑飛有請 來 30秒鐘的時間 請開始 副理還有專家你們好 我是新鮮人傑飛 因為我沒有名片 所以我想要給兩張 給兩張我的撲克牌 因為我平常會帶撲克牌在身上 給兩張 各位一人一張紅心二 紅心二 為什麼兩張都是紅心二 對啊 因為大家都知道玩大腦二的時候 黑桃二是最大的 我如果應徵上你們這個工作 我沒辦法當到最大的 可是 我希望這張紅心二在你們手中 你們可以把我變成一張黑桃二 對 非常謝謝你們 請問你要應徵的是什麼工作 只要是有工作給我做 因為我什麼都不會 可是我什麼都想學 我好奇心很旺盛 我想要就是多學一些東西 多玩一些東西 OK 這四位老實說 如果只能選一位的話 旭蘭你覺得 誰比較能引起你的興趣 我覺得要看他們應徵的工作 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像前面幾位 表演得非常精采的 他們來辦公室的工作 就是 很明顯就是不想用他們對不對 尼迫族找不到工作的原因 竟是因為外表有缺陷 從傑菲的態度 或說他自信來說 在自信 面試上面會是個加分的部分 所以老闆就覺得 我很不適合 因為我本身有 我是兔頭 講也沒有人知道 真的沒有人知道 對啊 真的假的 我沒有要學 收視力要標高 黃副理 在他拿下這一頂假髮的時候 你的意願有減退或改變嗎 大學生了沒 其實我覺得像前面幾位 表演得非常精采的 他們來辦公室的工作 對 明顯就是不想用他們對不對 為什麼要推到我們娛樂圈台 對 對 其實如果說一般的辦公室 他們沒有辦法 一個人悶著那邊表演其實很辛苦 但他們滿適合去公關公司去做 包括像企劃或公關創意人才 到時候主持人不夠的時候 他們自己還可以上來兼差 所以他們還有實際的一個成就感 但我覺得像傑菲感覺起來 可能多多少少還有一些創意 所以如果是做企劃人員 包括在一般企業的企劃人員 應該還是一個不錯的人才 請問我們的黃副理 其實就剛剛傑菲的態度 或說他自信來說 在自信面試上面會是個加分的部分 精神比較正常 對…算是比較正常 他其實服裝儀容方面的話 也算是 以飯店產業來說 是一個非常重視的部分 對… 能不能說哪一位是 絕對你們看到 大概幾秒鐘就覺得趕快走吧 害怕 有人知識 我先走好了 這一位吃香蕉的是不是 對… 吃香蕉 可能就第一眼的 以服裝儀容來看的話 可能比較不是那麼的接近 對 可能比較輕鬆一點點 是 比較凶狠一點 了解 但是請問兩位專家 剛剛那個團長到底是哪裡 你建議他改進嗎 徐蘭 團長其實因為我也看不出來 他要面試什麼 他其實比較不適合剛剛講的 他想要應徵模特兒 他比較適合類似像諧星的工作 可是其實又還不到位 所以我覺得 他如果在一般的上班族當中 他算是還滿幽默的同事 但是如果真的要進演藝圈的話 他還有一段努力的空間 好 OK 加油啦 對 因為我們小兵也有固定的工作了 其他三位繼續加油 謝謝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這個 尼特組的成英二 是喪失自信 理想與現實有差距嗎 這個是 小萱萱 小萱萱 我想問一下就是台下幾位尼特族 是不是因為你們自己 就是有一些對薪水的堅持 或自己的理想 然後造成你們現在 都還沒有找到工作呢 請問一下大家在工作上面 碰到什麼樣的困擾 就是在找工作的時候 傑飛 傑飛 你有什麼困擾嗎 最主要是外型的困擾 我外型真的 你剛剛鋪了這個梗終於來了 對 很多老闆就覺得我很不適合 然後我也因為這樣低潮了一段時間 是什麼原因呢 是什麼原因 就 因為我本身有 我是禿頭 所以這是假的 講也沒有人知道 真的沒有人知道 對啊 因為很自然 說真的 超自然的耶 對啊 因為像剛剛 我剛剛本來 對 後來有沒有這樣子帶著局部的 然後去求職 應該就 這個就是… 對啊…我的意思就是 你有沒有這樣去求職 這樣就解決掉了 真的假的 我又沒有要求 就是我有一次去面試一個 很大的餐飲集團 我這樣子進去 進去了 全部的面試者都看著我 然後我停在那邊我想說 不知道是不是怎麼了 他們全部起立 然後我也是進鋼進去 然後我就看著看著看 結果他們 有一個人跑來問我 他說 以為你是主管 太像鬼種營集裡面的主任 但是潔飛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還是可以去補強 像我們眼睛小就畫眼線 畫眼影 戴假睫毛嘛 對不對 讓人家覺得我們看起來 稍微有點精神 所以剛剛一直很看好你的黃副理 在他拿下這頂假髮的時候 你的意願有減退或改變嗎 其實看起來就比較成熟多了這樣 好啦 很厲害 成熟多 穩重了一點 他帶回去的話 還是很有希望是不是 其實主要看工作態度 主要是看工作態度 主要是看工作態度 因為餐飲業是注重人與人 互動的差不多這樣子 餐飲業主要是人與人的互動 對 互動 其實外型的話 當然會獲得或少會有影響 但重點是看你的內心 跟你表達出來的意願在這裡 所以這邊還是要問一下這個黃副理 就是說如果說真的一個求職者 他今天可能他都 這一年都出打零工 跟這一年他有一個正職的工作 你可能會覺得哪一個 真的比較好 其實我們會就長遠的角度去探討說 他的打零工是 因為什麼因素的大零工 如果說是因為 要幫忙負擔家裡的 一個經濟因素大零工的話 我們可能會讚賞他 有責任膽 有擔當這樣子 如果說他是一年的工作經驗 然後他是因為想學習一些 而做轉換的話 我們也會做其中的一些分析 阿Ben 你最大常常離職的原因是為什麼 就有時候他會有試用期 然後他都是用PT來計算 然後可能就做個一兩天這樣子 然後可能他有時候講得 非常的好那樣子 像公司願景這樣很好很好 可是你進去做之後 裡面勾心豆角怎樣怎樣 然後我就走了 可是你一兩天 可以感受到勾心豆角嗎 其實一兩天是 剛開始不會看不出來 對 因為正環前五集都還沒有夠 對啊 就我大概 就一兩天應該還感受不到 就大概大家說你可以試用 就試用期結束之後 然後之後他會覺得 就感覺每個人都變了對不對 試用期是到了幾天 但有一些是一個禮拜 然後有時候是一個月這樣子 你有坐滿嗎 坐滿一個月 有時候我有坐滿 有時候有 有時候坐幾天 我幾乎都會把它坐滿 可是要看工作環境 對 然後有一些感覺學不到的東西 我就直接先走 你的感覺學不到的是感覺 還是說你真正待了多久 學不到東西 以之前的經驗跟學的 然後還有他們做的東西學不到 我就走 就感覺沒有前途也沒原則 等等…你一直在講感覺 我要的是數字 客觀的數字 你最常待幾天 最常差不多三個月 OK 三個月那個你覺得說 勾心豆角 學不到東西 三個月那個那時候是網品集團 那學得到東西吧 那一個很不錯的一個工作 你學得到東西 那不是大家最想進去的嗎 對啊 然後那時候 沒有 其實我 我也是很崇尚自由的人 然後我朋友 我朋友他就開餐廳 然後需要我去幫忙 然後就把那三個月的試用期 全部把它推掉 去幫我朋友 後來就為什麼不繼續坐下去呢 沒有 朋友那邊的話 我是幫他規劃一些菜色那些 對 我覺得比較有 創作者 比較有趣 對 非常有趣的一個工作 他那種算實習生 那可是本來就是他那邊店長 也是從實習生開始的啊 萬丈高樓平地起啊 難道你一進演藝圈 就要坐桃子姐的位子嗎 對… 我不想坐在16個裡面 這是非常血淚的地方 他除了有學長學弟制之外 他有一個責任制 他不是10點下班就下班了 你還要到12點點完貨之後 才可以下班 然後可能還要再討論 討論到凌晨一點 差不多到那個時間 才可以放一種 你知道我們工作人員 到早上6點都還沒睡 為了今天的路程 對啊 對啊 血本 然後他們有時候放假的時候 他們還是要到公司 是啊… 娛樂圈更是這樣 對 很多都這樣 很多圈都是這樣子 像團長 你也是崇尚自由的人 所以一開始你有 你曾經有試圖努力過對不對 尼特組的嚴格特職 從邏輯思考就不同 跟朋友合作架一個網站 他的賣點就是說 譬如說市價一個 兩萬塊的手機 然後他會在三分鐘內 然後… 你這根本就是一個賠錢的想法 對啊 只是現在要先充人潮 對啊 賠越多 剛剛那個手 對啊 你們父母有逼你們找工作嗎 做很多的短期性的打工 什麼類型的 他也去做過 做我自己的工作 他們的人格特質比較奇特 他們的邏輯是反過來的 大學生了沒 我有跟朋友合作架一個網站 然後那個網站它 那個主要的賣點就是說 比如說市價一個 兩萬塊的手機 然後它會在三分鐘內 掉到一塊錢 然後比如說 假設納豆哥現在一萬五想要買 他認為這個手機 只有一萬五的價值 對 他一萬五 然後他就一直掉 一萬九 一萬八 一萬九 然後掉到一萬五的時候 這種納豆哥按下去 這支手機納豆哥就是用一萬五買到 大家都當然要等到一塊錢啊 可是比如說 有的人會想說我多出十塊 二十塊 然後就會越來越高 那個心理的問題啦 對 我覺得說不是一定 憑一個三千塊我就可以點起來 然後那個差額就是我們網站 補給你的 就等於說一萬五截掉 五千塊就是我補給你 讓你可以買到那個兩萬塊的手機 那你賺什麼呢 就是我本來目標是想說先拉人潮 對 然後結果後來就是那個 就人潮就目前還沒有帶起來這樣子 然後就目標是想說 一些廣告商或是 因為我是想走那個旅遊產業 不是 你這根本就是一個賠錢的想法 對啊 它只是現在要先沖人潮這樣 沖人潮 沖人潮 然後可是比較慘的是說 因為現在做起來還滿 整個就是滿陽春的這樣子 然後所以就是網友上面也 下次網站也要花不少錢了 對 滿不少 然後就是網友的批評就是 比如說就一些什麼 這個是大學專題吧 然後不然就是一些什麼 這個東西光看就像大陸網站 不是 你要想團長 一隻手機能沖人器嗎 兩隻能嗎 一百隻或許可以 是個新聞點 說這個網站賣出了一百隻 一百塊的手機 但你有沒有算 這樣你已經付多少錢了 賠多少錢 對啊 對啊 人越多賠越多 剛剛那個手 對啊 又恍然大陸 就是手機是舉例 像現在剛開始的話 不敢丟那麼貴的 都丟什麼 就是丟一些餐券 1000塊左右的餐券 也是你買的 對… 然後就是一個賠個三四百兩三百 每一天這樣子 那你一天只有一張的 我現在只有 一天一張 所以 我的意思是說一張 一隻一劍 怎麼可能造成人潮呢 對啊 所以就我也不知道 我也很疑惑 真的 沒有疑惑 這個我覺得 都還不需要到太專業 我覺得 我不曉得旭蘭跟我們黃副理 有沒有注意到 他們的人格特質比較奇特 就是好像比較 第一個聽不到人家在說什麼 還有他們的邏輯是反過來的 我覺得首先要鼓勵一下這團長 他還算很有創意 而且很有衝勁 只是他的這個東西 沒有實際的 對 實際的工作經驗值 讓你去判斷 這樣做好不好對不對 也包括就是說 一般公司 如果去做這樣的一個促銷手法 他們是廣告交換 去讓這個成本是轉嫁給 另外一家廠商 譬如說 你剛剛提到的餐券 是跟另外一家一起來共同的配合 所以你不會賣一張賠一張 如果說大家可以共同去創造雙贏 這才是真正的做生意 但你現在怎麼樣賣都是你輸 所以你會一直都沒有辦法做起來 你花多少錢 在這個網站上面總共到現在 到現在 多久的話多少錢 多久 就兩個 沒有 主要是從去年吧 半年 就去年10月 11月開始 半年 半年賠50幾萬 是兩個人 你各拿25萬出來 對…差不多… 沒有…沒有拿 好像各拿40 好 還有一些控制 對 還有30萬可以賠 對 現在還有目標是 還有半年可以燒 別人這樣 對 那你把錢給我就好 對啊 所以你還繼續往下燒 你覺得 不知道 想說先看看狀況 肥骨大家幫你宣傳一下 看他的職位好不好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尼特祖的陳英三 是可能是家庭利愛 因為有強力的後盾 就無後憂囉 Ruby你傳 就我想問 像我們現在也大四了 其實很多親戚都會問說 你未來想要做什麼工作 有沒有什麼未來打算 就會給 家裡會給壓力 像你們這樣的話 其實家裡不會給你們壓力說 怎麼會一直沒有工作呢 還是怎麼樣 好 請問你們父母 有逼你們找工作嗎 圈X 全部都圈 但是Vicky你打X嗎 我們家庭的經濟壓力 比較不是那麼的迫切 然後就因為我本人的經濟情況 他們也會覺得說 你知道自己做什麼 比起你這樣盲目的亂找一份 不喜歡的工作更重要 就是希望我真的做的是一個 我喜歡的工作 而不是為工作工作 可是因為你也才找三個月 所以三個月之前 你是有做別的工作的 就是做很多的短期性的打工 什麼類型的 我做過的打工很多種 包括去街頭發DM 街頭試調 特賣會的進場 廁場 勘場 百貨公司週年慶 尾牙 燕也有 然後家企業家庭日 甚至我還有去做過 發選舉黑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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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負 這是一個工作 團長你打圈 沒有…家裡沒有給我壓 可是之前有 你有聽懂我們題目嗎 就是有的話就圈 如果沒給你壓力就插 沒有 我那插好了 好 所以沒有壓力 對啊 她 可是我媽也是 就是隨便講 那40萬是誰給你的 跟家裡先借的 對 這你知道還有另外一個詞 比較狠一點啦 叫啃老族 你覺得你是尼特加啃老嗎 沒有 其實因為我現在 其實也有做一些兼職的工作 所以那個前日還過得去就對了 就是不是正職這樣子 兼職哪些呢 像我有在教書 但兼差的錢也是 因為你吃住都還是家裡嘛 對… 那那份錢你是用來 那份錢就是用來比那個 那個 對 OK 來 朱妹 我想要問尼特組 就是你們在 就是沒有工作期間 然後家裡 就是經濟來源都是家裡給你的 那有沒有因此就是跟家裡拿錢 然後發生一些爭職過 解肺有嗎 有喔 是 就是沒有工作期間 然後家裡 就是經濟來源都是家裡 給你的 那有沒有因此就是跟家裡拿錢 然後發生一些爭職過 解肺有嗎 有喔 是 就是因為外表的關係 然後因為爸爸也是這個問題嘛 他就會覺得說 我這樣子應該還是要去找工作 而不是說因為外表的自卑 就在家裡然後都 就是悶悶不樂或是沉默 不願意去走出來 對 然後他就會跟我不說話 你戴的這個假法真的看不出來 多有影響 我那時候剛要出來工作的時候 大家都跟我說 不是 你看我們三個啊 我們三個怎麼坐在這裡的 尤其演藝圈這麼要求外表 所以如果你畫地自限的話 當然就會 會影響到你的自信 跟會影響到你的表現 因為你就覺得我不如人…這樣 其實 可是後來因為我找到這個 就是假法之後 我就整個很有自信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第四個成因是自我封閉 外界眼光知多少呢 阿倫提出來 對 因為我是想問一下前面四位遊俠 像一般你離開學校以後 然後你一直沒有那種固定的工作 然後像你都會到一個歲數 像例如我到一個歲數還在讀書 我就已經有常常接受一些 流言攻擊了 對啊 還在求學 我現在還上鏡 他像過完50歲生日在走 對 過大掃 像四位遊俠就是也到一個歲數了 可是也沒有在讀書 你不會接受一些鮮言鮮語嗎 有沒有 請問四位有沒有遭受 一些親朋好友的鮮言鮮語 或者這個異樣的眼光呢 圈叉 傑飛也有親朋好友的壓力 因為我從家族唯一的男生 然後就是很多姐姐他們都很有成就 像我有一個表情就是當空姐 心血就很高 然後飛來飛去可以去很多國玩 我就很羨慕 可是因為我又很愛玩 所以 而且爸媽也老了 所以就想要照顧他們 今天我們還是請專家最後來給他們 是 給他們一些建議好嗎 徐蘭子 我覺得其實尼特族他的父母 都要負相當大的責任 也包括說父母給他們開後門 給他一些空間收沒關係 你回家沒關係 造成他們可能在長期以來 打工以後呢 就持續的一直在換工作 因為他會覺得說 他一定會找得到 前一份工作不好的地方 那也有很多人是三個月六個月 甚至一年沒有在工作的 因為家裡會供給他 在經濟上面的一個需求 所以在你跟社會越來越脫節之後呢 你就沒有辦法跟你的同儕去競爭了 所以我覺得 父母應該推他們一把 把他們推出來 推到火坑都沒有關係 讓他們在外面磨一磨 他們自然知道說 外面吃的那些苦 根本不算什麼 這反而可以給他們 多一些的人生歷練 他們會進步成長更多 那這黃副理呢 給他們一些建議嗎 其實就我們觀察到 很多尼特族的特性 他們可能在於就是 忍耐度不夠 對 其實在這邊可以建議 就是各位同學 你們可以想想看 就是你們未來目標在哪邊 好 你想要過的生活是什麼 然後重點是你目標定出來之後 那你要怎麼去 從現在開始去施行 然後就是一步一步的慢慢去做起來 對 因為其實做事情 不只是有技術啦 還有態度 還有態度也決定你的人際關係 將來的人脈 不是 阿Ben也不是說 知道 突然我學會了 我就回家 因為你有想 可能有十萬個人 早就會這道菜了 十萬個媽媽早就會這麼做了 你也沒有比那些人厲害 不是會一道菜就可以回家 像阿基斯 他不是只是會做菜而已 我覺得阿基斯很會做人 他很會 對 這都是他當初從學徒的時候 大廚甚至不讓他看 涼麵粉什麼時候 你知道他怎麼學嗎 就是做這個東西要多好麵粉 不告訴他 配方都不告訴他 他多聰明 他就看他這樣 麵粉他涼 他不讓他看棒秤嘛 他怎麼辦呢 他就等有一包新開的麵粉 然後這個廚師用過之後剩多少 所以他就知道你這一次用多少 聰明 為什麼 因為太苦了 他只有這份工作 他沒有後路了 所以他只能 每一個細節 他要自己去求著去學 不是像人說 他不教我 那算啦 我就回家囉 好不好講 不是這樣子耶 好不好 因為未來的人生 是你們自己要負責 爸媽也會老 甚至你們要養爸媽的 不能一天到晚就是想 沒關係啦 爸媽讓我靠 你會想過爸媽有多辛苦啊 好不好 你們都長大 每一個都是大學…畢業的 對啊 這個從你們出生到現在 花了多少錢在你們身上 然後現在還要說 我回去吃我爸媽 繼續加油好不好 對自己要再苛責一點 要謝謝我們兩位專家 謝謝 麵姐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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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